我们现在设置这个托布轮的一个操作使用方法 我们首先看到主界面的话 我们看到ABCDE 是吧 ABCD 这个是分为四段 这个2800呢 是速度 2.5呢 是证据 我们可以设每段的不同的速度跟证据 2000的3.0 2800的2.5 2000的3.0 是吧 好 我们要改变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在菜单里面有个文件编辑 可以来设置 下来呢 我们这个呢 可以存很多文件 你看 文件 我们A02 ABC 这是文件名 我们点选它一看 这就是五段 就是说我们可以任意设几段 那下一步我们开始设置的一个方法 菜单 文件编辑 进来之后 这个工作段数就是我们这里显示的 ABCDE 我们最大支持五段 五段就是五段的速度 长度跟变速 好 我设五段 我确定 下来这里呢 ABCDE呢 就是每一段的速度转速 2800 我们可以任意去改它 2300确定 2500确定 好 这里都可以 2100确定 还可以改每段的真据大小 比较2.5 3.0 改成3.5 3.5 确定 可以下来叫保存 下来呢 我们再点设置里面 设置里面可以设每一段 ABCDE每一段的长度进去 比较A段我们80 我们这段我们比较60 这里这个60跟80呢 我们只需要就是说 简单的一个目测 就是说 尽量它这里的数值呢 要大于到说你切那个感光片的一个距离 大于它个 1公分 2公分 就是10毫米到20毫米之间都没关系 70确定 100确定 没关系 保存 是 下来返回 到这个界面呢 我们要把这个文件要保存一个新的 我们要先点完修改 是 相对于这个修改就掉进来了 是吧 下来 保存 先点新件 是 再点保存 我们数个名称 比如说 123 是吧 确定 我们就会看到123 文件 123 我点一下它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文件 下来 下来我们模板上面 比如说这个模板 我们有这是一个领盖子 领盖 我们有一段两段三段四段五段 我们看的那个图球是五段 实际上它可以用两段 我这里的两段 可以把它做完 也可以用五段来做完 这个的关系都不大 要根据现场实际应用来来灵活的改变 好 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用五段完成的话 我们要切五个这个感光片 感光片的位置切的时候大家要切好 下来碰到这个感光片的时候 这个感光片我们就对应第一段的 对应第一段的 这个感光片 我就对应第二段的 以此为推 下来呢 碰到一个感应片 它速度就会变 所以说 有感应片的情况下 机器在运动的时候呢 是以感应片为主 以感应片为主 我里面设置的刚才那个长度呢 就只是辅助性的 如果说没有感应片的情况下之后呢 这个走的长度呢 就以我刚才里面设置的 菜单文件编辑 设置的这个长度为主 所以它是一个 有两个功能的 有两个设置方法 这个操作设置呢 就完成了